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物质生活变好了之后 冬天我们也可以吃到很多的水果了 如一年四季都有的苹果 热带水果,香蕉,火龙果 还有现在这个季节 人们可以吃的柚子、梨等等 可为什么说有三种水果 被列入致癌名单呢? 这三种致癌水果指的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一,没有完全成熟的香蕉 首先人们说的致癌水果 其中就包括被催熟的水果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香蕉 很多人说香蕉都是被乙烯催熟的 确实,香蕉本身是属于一种热带的水果 在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就从别的地方运到我国了 也就是说,香蕉出现在我国是青香蕉的状态 这样的香蕉是不能吃的 青香蕉里面有大量的柔酸成分 对于便秘跟体内有结实的人群 吃这样的香蕉容易出现更严重的病情 即便是健康人群食用 经常吃这样的香蕉 恐怕也会增加结实的发生危险 所以,商贩在青香蕉的基础上 会加入乙烯的试剂 这种成分是催熟的成分 同时也是我国可以使用的催熟剂 在适量的范围内 是不会威胁到身体健康的 大家不用担心,它不会致癌 如果我们买了还没有成熟的香蕉 想要放置一段时间 也要等香蕉完全成熟之后再吃 另外,冻过的香蕉也不能吃 吃了有可能致癌 放在冰箱里的香蕉果皮还会变黑 这是因为果皮中的剧本氧化酶 把香蕉皮中天然存在的分类聚合为多酶 这种多酶是一种与人体皮肤中 黑色素类似的物质 此外,香蕉果皮的细胞膜破损之后 会释放出多巴胺 在氧化酶的作用下 这种物质会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 生成棕色物质 这样一来,香蕉就变得又黑又软 不堪食用了 放在冰箱里的黄瓜 表面也容易出现一些水字斑 那也是由于低温影响了细胞膜 作为城墙的功能 最终引起细胞坏死 二,变质的水果 传说中的第二种致癌水果 是变质了的水果 水果之所以会出现变质 主要和细菌或真菌感染有关 因为水果中特殊的果糖成分 非常容易受到青霉 曲霉 甚至是黄曲霉素的侵扰 虽然变质的水果肉本身没毒 吃下去最多会让你拉肚子 但是在服用变质水果的同时 上面附带的细菌也会被吃下去 黄曲霉菌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一类致癌物 长期食用 细菌毒素在体内累积 持续刺激肝脏 诱发肝癌的风险自然也会提升 不仅仅是黄曲霉素 例如青霉、曲霉等 进入肠胃后也会对消化系统内壁 造成刺激 增加炎症、溃疡、出血等消化疾病风险 由此可见 如果家里出现了变质的水果 再心疼也最好扔掉 尤其是对于经常饮酒 或者中老年人而言 本身肝功能就比较差的人 如果再贸然使用变质的水果 后果也会更加严重 咱们可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说到这 可能一些朋友会耍小聪明 既然变质水果有细菌 那我把变质的那个部位切掉 细菌也相当于扔掉了 剩下的部位不就能吃了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黄曲霉菌作为一类致癌物 即便只摄入了少许 也会在体内累积 增加患癌风险 即便是将患处切掉 也很难将表面的病菌彻底清除 长期使用 依旧存在非常大的肝癌隐患 即便是退一万步说 假定我们真的能完全将 坏掉的部位清除干净 仍然也是不安全的 在水果内部 存在很多细小且容易忽略的脉络 这就好比是人的血管一样 帮助水果传递水液和营养物质 也就是说一旦水果出现变质 细菌也会顺着这些脉络 来到果肉的各个部位 看似完全用刀切除干净 其实摄入细菌病菌的隐患依旧存在 由此可见 为了避免增加肝癌诱因 变质水果还是别吃了 最后被传言中可以致癌的水果是冰榔 冰榔原产地是马来西亚 其中确实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包括分类、多糖、脂肪 以及粗纤维和生物碱等 在全世界各地 不少人喜欢吃冰榔 觉得有嚼劲 可让嘴巴动个不停 还能起到提升醒脑效果 但是 冰榔已被誉为致癌物质 长时间咀嚼冰榔 可增加患口腔癌风险 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冰榔的危害 鲜少有人吃冰榔 会关注其中的成分 而冰榔碱 是冰榔的主要活性成分 直接作用于咽碱已先胆碱受体 冰榔碱易于吸收 可在唾液、尿液、血液以及母乳和头发中检查出 冰榔碱跟亚硝酸钠发生相互反映 生成N亚硝胺 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 冰榔碱被列为二B类致癌物 也就是对人类可能致癌 无充分证据证明对动物有致癌性 对人类致癌性证据并不足 经常咀嚼冰榔有哪些危害 一、牙齿磨损和牙周疾病 咀嚼冰榔可造成牙齿磨损和颤动 导致牙齿变黑和牙龄逐渐萎缩 使得牙齿及早脱落 二、影响容貌 咀嚼冰榔会使得粘膜反反复复受伤 再加上持续受到冰榔碱刺激 就会改变容貌 导致张嘴异常困难 三、可影响大脑结构 长时间咀嚼冰榔可刺激肾上腺 产生太多肾上腺皮质激素 亦导致上瘾 使得大脑结构发生改变 尤其是大脑灰质体积 以及皮层厚度 四、造成口腔溃疡 以及味觉减退 咀嚼冰榔起初仅仅是口腔发炎和溃疡 同时伴有口腔疼痛 味觉也随之减退 另外 经常咀嚼冰榔可造成舌头麻木和疼痛 说话不清晰 以及吐字困难 五、诱发口腔癌 由于冰榔的质地比较粗糙 咀嚼冰榔可使得口腔粘膜 出现微小损伤 持续受到慢性刺激 冰榔中含有太多生物碱 如冰榔刺碱和冰榔碱 有一定的致癌性 亦造成口腔粘膜纤维化 从而诱发口腔癌 为了自身健康 必须戒掉冰榔 想要一下子戒掉冰榔 是不可能的 还需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延长咀嚼冰榔的间隔时间 逐步减少咀嚼冰榔的量 另外 吃冰榔的群体 应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检查 如若发现口腔溃疡 持续两周 仍然没有好转 且伴有口腔白斑增后 有均烈的现象 建议及早去医院 做相关检查 通过病理检查 来明确诊断口腔癌 韭菜 人们经常用来做饺子馅 韭菜鸡蛋饺子 韭菜猪肉饺子 都是很多人爱吃的食物之一 韭菜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鲜 维生素C和E 铁钾 粗纤维和β胡萝卜素 一 韭菜和这些食物搭配有害 众医认为 韭菜有补肾阳虚 易干健胃 行器理屑 润肠通便的功效 非常适用于 肝肾阴虚 倒汗 移尿 尿瓶 阳尾 阳墙 宜精 孟宜 噎格 反胃 下吏 腹痛 妇女月经病 痛经 经漏 代下 以及 跌打 损伤 吐血 鼻腻等病症 但是 就算韭菜 对人体有很多好处 也并不是 多多益善 且韭菜 不能跟以下几种食物 一起吃 一 韭菜 加牛肉 一起吃容易中毒 可以用人乳和齿汁解毒 牛肉具有补脾胃 易气血 强筋骨 化痰西风的功效 但是很多人在吃牛肉时 同食一些生姜 韭菜等 其实这样的吃法很不科学 本草纲目记载 牛肉和猪肉 及熟米酒时 并生寸白虫 和酒泻时 令人热病 和生姜时 损齿 韭菜不可与牛肉一起吃 韭菜 性味心温 具有温中助阳的作用 牛肉性肝温 具有易气壮阳的功效 二者同吃 如火上浇油 使人虚火上升 导致牙龈肿痛 二 韭菜加白酒 会易上火 三 韭菜加菠菜 会引起腹泻 四 韭菜加虾皮 影响营养的吸收 五 韭菜加牛奶 牛奶中含钙 钙是构成骨骼 和牙齿的主要成分 牛奶与含草酸多的 韭菜混合食用 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六 韭菜加蜂蜜 一起吃会阻碍血液循环 七 韭菜加蒜苔 影响消化 八 韭菜加菠菜 腹泻 九 韭菜加白酒 上火 胃肠不适 十 韭菜加牛排 中毒 另外 韭菜不能生食 不宜加热时间过久 不宜隔夜食用哦 古代 人们还总结了一句 关于饮食搭配的俗语 鱼不蒜 牛不酒 羊不浆 那么这句话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 鱼不蒜 牛不酒 羊不浆 一 鱼不蒜 所谓鱼不蒜 也就是说 在煮鱼时 不要放大蒜 在古代社会 人们在烹饪鱼类时 一般选择的食材 都是在河里捕捞出来的野生鱼 这种鱼类在烹饪时 讲究原汁原味 而大蒜是一种 带有刺激性味道的调味品 如果制作过程中 放入了大蒜 会掩盖住鱼肉本身的鲜美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大蒜成为烹饪鱼肉时 最常用的调料之一 因为现在人们烹饪鱼肉时 更多的是从市场中 买回来的养殖鱼 不仅在新鲜度上没有保障 腥味也很重 如果不放大蒜 烹饪出来的味道 令人很难接受 鱼的推荐做法是 一 鱼洗净片成片 用盐 料酒拌匀腌几分钟 再加水淀粉 拌匀马味 油炸花生仁 剁成碎粒 豆豉剁碎 葱 蒜 姜切末 二 锅中放油 烧至六成热 倒入豆豉 姜末 蒜末 炒出香味 三 在大锅中放入盐 味精 白糖 酱油 醋 炒过的姜蒜豆豉 红油辣椒 花椒油 香油 油炸花生仁 搅拌均匀 对成调味汁 四 锅至旺火上 放油烧至四成热 放入鱼片 滑散炒熟 五 捞出沥干油后 装入碗中 六 淋上调味汁 再撒上熟芝麻 葱碎集成 七 拌匀即可 二 牛布酒 牛布酒指的是 韭菜不能与牛肉搭配在一起 韭菜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 既可以烹饪菜肴 也能当作配菜 很多食物中加入一点韭菜 都是比较美味的 而且现在正值春天 是吃韭菜的好时节 但是在吃韭菜时 一定要注意 最好不要与牛肉搭配在一起 因为对于牛肉来说 本身就有特殊味道 而韭菜的味道也很刺鼻 把两者放在一起 韭菜不仅不能将牛肉的心味去掉 还会将二者的味道充分结合在一起 混合之后的味道会非常奇怪 韭菜和牛肉都是很好的食材 为了避免浪费 最好不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 牛肉的推荐做法 首先腌制牛肉 牛肉加入少量的盐 一勺胡椒粉 料酒 抓拌均匀 多次少量加入清水抓匀 加入淀粉 锁住水分 封上植物油 然后翻炒牛肉 热锅倒油 烧至五成熟 倒入牛肉 迅速划散 牛肉变色 捞出锅中 倒入姜 蒜 辣椒爆香 倒入辣椒丝 加盐 炒出辣香味 倒入生抽 在大火炒五到六秒 最后加油提香 出锅前加一点明油 提色增香 辣椒炒牛肉就做好了 3.羊布姜 羊布姜指的是 在炖羊肉时 不要放入生姜 生姜是一种 很常见的调料 几乎在每个家庭的厨房中 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平常的用途也很广泛 尤其是在烹饪肉类时 人们通常都会放入几片生姜 因为生姜的味道有些辛辣 把它当成配料 既可以提升食物的鲜美 又能避开食物的腥味 烹饪羊肉时若不放入姜片 则会影响口感 一般人难以接受 但是在古代社会 制作羊肉时 一般不会放入生姜 因为古人认为 生姜属于热性食物 而羊肉则十分滋补 两者结合在一起时 很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 所以才有了羊布姜的说法 羊肉的推荐做法是 一羊肉切小块 加入一勺料酒 一勺红烧酱油 一勺孜然粉 一勺辣椒粉 一勺玉米淀粉抓匀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抓匀 腌制半个小时 二锅中倒油 五成热倒入羊肉中火炸 将羊肉炸至熟透 捞出控油 三锅中留底油 倒入切好的葱丝 姜丝 洋葱丝 翻炒均匀 四倒入炸好的羊肉 加入一勺孜然粉 一勺胡椒粉 一勺辣椒粉 一茶食盐 放入香菜段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总的来说 食物相克 是指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结抗 相互制约的关系 如果搭配不当 会引起中毒反应 这种反应大多呈慢性过程 往往往在人体的消化吸收和代谢过程中 降低营养物质的生物利用率 从而导致营养缺乏 代谢失常 产生疾病 人们在安排膳食中应该趋力必烈 提倡合理配餐 避免食物相克 提高食物营养素 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 对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